這題我也想請問采薇 就是從柯文哲的前社群經營的幕僚 他就報了一些內幕嘛 他說呢 其實民眾黨反正就是柯文哲跟自家立委 一個扮演白臉 一個扮演黑臉 一個需要蔡英文的支持者認同 但另外一個又要假裝在背後大肆的批判 靠著批評執政黨來當提款機 那蔡英文在柯文哲民調如此低落的時候 邀兩個人吃牛肉麵到底是誰幫了誰 都沒有人要討論柯文哲了 民眾黨真的不知道 蔡英文是在幫柯文哲嗎 尤其是不是黃國昌現在會跳出來keypupu 是因為柯文哲是不是看到黃國昌最近的聲量 起碼還超越了自己 所以要出來搶話語權 搶版面 那反過來黃國昌換他急啦 我覺得黃國昌現在keypupu 然後罵民進黨是要玩兩手策略 只有一個原因 他覺得蔡英文怎麼找的不是我啊 他覺得現在柯文哲沒有位子 又只是一個黨主席而已 以前我好難 還是這個小英男孩 還是蔡英文最喜歡這個非民進黨的人士 而且甚至也因為蔡英文的喜歡 所以讓他禮讓了去選立吻 所以我覺得現在黃國昌應該是屬於不甘心 所以才會keypupu出來罵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大家真的不用對他們期待這麼的深啊 黃國昌跟柯文哲兩個人的關係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現在說什麼都不準說什麼柯文哲啊有點忌妒黃國昌聲量比較大啊 又甚至其實還有人說什麼柯文哲跟黃國昌 未來可能還會聯手一起來對付黃珊珊 說真的我覺得大家對於民眾黨的關注度真的不用這麼的高 因為這個黨呢其實大家看到現在 大家不覺得其實他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所謂政黨應該要有的中心思想嗎 或者是說今天政黨會有針對某個議題 或者是說針對對外關係 我說對外關係不一定是國際關係 還包含你對其他政黨的關係有一個共識 完全都沒有耶 這個政黨一直從以前到現在 他們的SOP他們的套路都是 反正不管今天是誰去見誰之後呢 這個人出來講了好話之後 一定就會有另外一個逼出來罵了一下 去跟他見面的這個人 又或者是說這個政黨做了一件事之後呢 其他的人就會有黨內不同意見 而且這不同的意見也很特別 永遠不會在私底下解決 然後一定就是這樣炮口對象 可能民眾黨自己人 所以其實這只凸顯一個問題 就是民眾黨他其實從一開始成立政黨到現在 他就是一個非常搖擺的一個政黨嘛 你看柯文哲不是因為民進黨的禮讓 當選這個台北市長的嗎 黃國昌不是因為民進黨的禮讓 而去選立委當選立委的嗎 黃珊珊不是因為蔡英文的禮讓 所以當初第一次搶了高嘉瑜的這個 參選權利然後去參選立委那最後是輸了嘛 所以事實上這些人 現在我們大家在說的民眾黨三巨頭 都是跟民進黨合作過的啦 那現在柯文哲去見了蔡英文 大家覺得很意外嗎 大家不是覺得很意外 大家覺得要意外的應該是 為什麼他現在要去見 那包含很多人都講理由嘛 因為聲量不夠啊 然後還有包含要去這個 喬衛紙 對 喬衛紙啊等等 那喬衛紙事實上 其實大家之前也聽過 非常非常多的說法了嘛 所以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原因 但是這些原因都是分析 問題是 我真的覺得還是老話一句啦 原因聽聽就好 因為這些原因 有可能也不一定說是 柯文哲心底的最主要那個原因 可能柯文哲他就是心情好 欸 那我去見一下啊 因為我就說了嘛 他們是一個沒有所謂 中心思想的一個政黨 可能就是因為心情好或心情壞 就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一個今天早上我想要什麼 我決定了什麼 但是下午有可能 就會改變了一個政黨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時候 在分析民眾黨 或者是在關注民眾黨的時候 其實喔 當甄嬛傳來看 當八點檔來看 當連續劇來看 這樣心情可能會比較放鬆 也不用想說 哎呀 每一天沒有罵柯文哲 就心裡好像不舒爽 也真的不用 因為有時候你看看 柯文哲做的這些動作 柯文哲做的這些舉動 柯文哲講的這些事情喔 其實不要去用這些 比較有情緒的 的這個心態去看 有時候換個心態去看看 哎 就會發現 啊 你可能在 笑柯文哲的日子也不多了 因為民眾黨可以走到什麼時候 說真的也沒有人知道 而且很快搞不好四年 搞不好八年 你就再也笑不到柯文哲了 對啊 那我其實也要請我們 楊明哥幫我們來分析 講到其實很多人期待的是 也許民眾黨他可以跟國民黨一起好好的扮演 在野監督的力量 那但是在野能不能跟中央之間來分平抗理呢 我們要講的是 其實昨天 胡友宜做東啊 昨天晚上他邀請蘭怡的縣市首長 那也加上我剛剛提到的苗栗縣長中東景 還有新竹市長高鴻安 總共加起來15個縣市的首長 大家一起來參緒 那裡面有進行市政交流 也會談到食安議題 好 更不要講的是昨天早上 我們就知道的 基北北陶的合作平台 就食安 社安 治安裡面去做討論 那當然剛剛裡面講到這些縣市首長裡面 盧壽彥最近也被大家點名說 可能在今年考慮要出訪的話 會去遠一點的地方 會不會去美國 那去美國當然很多人就有引發遐想 就是針對2028是不是要面世了呢 但他也說真的沒有這回事啦 只是連任之後他一直確實是在勤練 他的英文的口說能力 那無論如何 反制綠營的猛攻 現在是不是盧 韓 蔣 甚至還有接下來我們提到的 漢子在後面做東 一起來進行圍攻 來靠著他們在野的力量大集結 來對抗軍政黨呢 楊明哥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 應該是這樣講啦 這個對在野的這個縣市來講 團結是唯一的路 我是說縣市在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中央分配資源 通常就是看顏色來給啊 那你是乖的我就給你多一點 那你不乖我就給你少一點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你在野的這些縣市首長 你不合作 你不團結 你就會被一一擊破 這個是非常 這個民進黨的執政邏輯 非常的這個粗暴 簡單粗暴 所以 比如說現在民眾黨說 他們要對什麼財政收支劃分法啦 如果今天要去做一些 這個所謂的重新的分配 或怎麼樣的話 也確實要去透過 所謂的在野結盟 這個才有辦法做到 在地方政府的部分 能夠有一個重新 所謂的資源的分配 好這是 我覺得這種結盟 這個都不是壞事 那侯友宜市長 他身為這個所謂新北 是全台灣人口最多的直轄市 他扮演這個所謂的龍頭的角色 我覺得也很適合 而且尤其他是目前 所有縣市長裡面 唯一一個選過總統的人 那他不帶頭誰帶頭 所以我覺得這個扮演的角色蠻好的 那當然你就會帶到說 那盧市長他去說什麼 要不要出訪或怎麼樣 第一個過去 這應該說他2018上任之後 因為很快的 你要知道2018那時候 他是12月底上任嘛 那通常第一年你都要拼市政 結果呢 結果到了2019年底 2020年初發生什麼事情 疫情 所以接下來又要選舉又要幹嘛 又要拼連任 他沒有辦法出訪嘛 可是呢 他的副市長裡面 現任的副市長有一個 叫做黃國榮 是外交官出身的 所以你說這個盧市長 他對外交這塊他沒有佈局嗎 也沒有 他一直以來從這個 他早就已經放了一個副市長 就專門做所謂的 所謂的城市外交 他是有準備 那只是說因為那個時候大環境 客觀環境不允許 那現在他要去佈局 這個叫城市外交都很正常 就是說你去外面走一走 然後呢 外面走一走的狀況下 去拜會一下當地的智庫 學者先建立 那個其實我跟你講 都還沒有到面試 那個叫做建立關係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賴清德 他當 他就是缺乏 他其實他就是缺乏 所謂的國安的經歷 所以他在台南市長的時候 他就會 我去哪邊訪問啊 他連中國大陸當時都去啊 對不對 通常你自在大衛 你就一定會有一些鋪排 那在台灣 你要跟美國跟這些國家 保持好關係 我覺得都很合邏輯 都很合邏輯 甚至我覺得盧秀燕搞不好 你要知道盧秀燕 跟中國大陸連結很低啊 他幾乎沒有什麼訪問 中國大陸的這個機會 搞不好他 去中國大陸 我跟你講那個 那個也會是一個很重大的訊息啊 但是這個關鍵是在於他怎麼規劃 他不一定要 這個沒有他 沒有說一定或怎麼樣的 而是他要看他的行程 只是說現在他是一個 國民黨2028的 所謂的口袋人選 那也是大家眾所注目他的一舉一動 所以只要他有相關的出訪行程的規劃的話 一定會被放大 我覺得這都很合邏輯啊 那只是說 接下來的關鍵在於說 他要怎麼在 從2020 現在在2024 如果要到2028 中間他有哪些關卡要一個一個疏通 因為國民黨不是執政黨 你在野黨的這個候選人 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主場優勢在執政黨手上 我說的主場優勢 不是講那種所謂的執政資源 是外交資源 主場優勢也是執政黨 所以你看這一次 我就舉這個柯文哲 柯文哲過去也沒有城市外交經驗啊 就是說國際上的這種 所謂的國防外交這塊 也是他的弱項 所以甚至你看 他到美國有學者 甚至對他是很 很嗤之以鼻 葛萊儀這些學者對他是 態度是很明顯的有落差 所以我想盧秀燕市長 他也知道這是必修課 但是呢 要怎麼修 怎麼樣利用現在的資源 去一步一步接近 國民黨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叫做國民黨有自己的 黨的這個所謂的人力資源 可以利用 這是國民黨的資源 我相信盧市長也不會這個不懂 他一定也會好好的去鋪排說 比如說在這個美國也有一些這個親 比較跟這個國民黨有一些比較好的學者 然後去牽線或怎麼樣 我相信現在美國一定也對 也會開始對盧秀燕有興趣 就像四年前他們可能就是對 侯友宜很有興趣一樣 一定都會的 因為你是一個政壇 突然冒出來的一個 大家以前跟他沒有什麼互動 大家就會有興趣 這麼早嗎 會會會 這個都會 甚至他們來台灣 接下來可能要關注的是 比如說假設AIT或什麼 你要知道AIT台北有一個 然後高雄有一個 沒有台中的 那以後AIT會不會 跑去台中辦活動 那我們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 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